想到了台灣人 很常遇到的地震 再來是颱風 沒錯 接著就是大家也非常害怕的 火災 我們進入到這個火災的環節 一樣我們準備了非常多的道具 如果在火災逃生的時候 要挑一個會怎麼挑 來秀琪跟我們加入一下 跟大家先介紹一下 我們準備了什麼東西 就是安全帽 工程用的這種安全帽 再來這個就是 高級的防火毯 然後再來 七年份的保存食品 裡面有麵包 有米飯 有水 三天你可以活三天 又有麵包 又有水 而且它還有就是怕你吃膩 有晚餐 燉飯 還有巧克力麵包 你可以放七年都不會壞 你可以活三天 這個也是滿不錯的 好 再來這個護膝是不是 再來這個是我們一樣 醫用的口罩 跟這是普通的毛巾 沒有公用的毛巾 一樣跟你最愛的水 然後還有滅火器 好 來請問一下 挑一個 你要怎麼挑 我會挑毛巾 最普通的毛巾 我會把它用濕 無助這樣 你好聰明 對 你真的很聰明 因為大部分火災的問題 都是因為嗆傷 是 你都把最好的提走了 來 請問一下 第二個我讓給你 我選滅火毯好了 滅火毯 對 對 把自己先隔起來 不是去蓋火 或是蓋自己 看蓋火蓋自己 它上面就有圖示 跟你講說要蓋火 反正它就是滅火毯 還寫滅火 先保命 好 OK 好 這樣子的話 我感覺起來 我就是如果真的要逃出火場的話 我沒有什麼東西好選 那我就酷著頭好了 萬一有鋼梁倒下來之類的 對不對 燒到那個 燒到那個有的沒的 來 請問一下 我們請消防員陳翰來告訴我們 我們這個火災防災的誰考 第一名是哪一位 好 應該是這樣講 發生火災的當下 我們不會去想到 要去拿任何的東西 什麼東西我們都不會拿 而是先去判斷 我們要做逃生動作 還是找到相對安全的地方 去做待救 把自己待救的時間延長 好 剛剛秀喜有講到 拿毛巾 濕毛巾 無口鼻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 一定是錯的 跟大家講一下原因為什麼 原因是 毛巾不管是它是乾的或是濕的 它都沒有辦法擋住 火災所產生出來的黑煙 我們的黑煙裡面 會有很多化學物質 氧化碳 或者是其他有毒物質 再加上它有高溫 所以你的濕毛巾 不管是沾濕或沒有沾濕 都是不會沒辦法擋住它的 火災發生的速度非常快 濃煙產生速度非常快 我們沒有多餘的時間 可以去找到毛巾 再去沾濕它 再做逃生動作 是不是有一個 濃煙產生到黑煙到起火的 那個時間點 是有一個黃金的幾秒對不對 應該不能說它有幾秒 我們要看它燃燒的物質 跟它燃燒的大小 所以只能跟大家講說 當火災產生的時候 它的白煙到黑煙產生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黑煙所蓄積出來的濃度 也會非常快 如果你沒有趁這個短時間內 做逃生動作的話 你會很難再去做逃生 剛剛講說這個黑煙 它剛剛講說黑煙是 很恐怖的東西 對我們人體 多久會失去意識 基本上火災 像剛才我們蕭黃也講到 從白煙產生到黑煙 為什麼會有這個轉換 第一個 它溫度已經非常高了 而且如果氧氣已經很不足之下 它的燃燒不完全 所以變成是黑煙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說真的 我們用濕毛巾 其實氧氣已經不太夠了 你用濕毛巾去遮口鼻的話 你根本就是把自己給悶死了 所以那時候第一時間 還是趕快 遠離黑煙 跑得越遠越好 因為黑煙裡面就是最賭氣 像我們火災巷上 其實就是怕裡面的一氧化碳 甚至燃燒之後的氫化物 其實都會對我們呼吸作用裡面 有很大的影響 不只是對我們呼吸道的灼傷 連我們真的 氧氣進去身體裡面的利用 都被它阻斷了 可是我真的很遲疑 也身為一個經歷過許多 我可能 反正我家就燒過了 重點就是這個樣子 我家燒到一個面目全非 我們家住的是雙拼的滑下 起火點是我那時候家裡 是住五樓 起火點是二樓 我們整邊就是右側 我住右側 右側的那邊 所有大家灰飛煙滅 它有點像柏油一樣 它就是會爬進去 你所有東西都是黑的 你完全沒有任何東西 可以帶得出來 但是我說雙拼滑下 我們隔壁的那一戶 就是只有我們就插一個梯廳 他們家毫髮無傷 他們就是用濕的毛巾 然後把他們的門縫給它封起來 他們就沒有事情 連黑煙都進不去 所以濕毛巾應該是可以防黑煙吧 應該是這樣講 我們在做避難逃生的時候 你拿著你的毛巾 去做逃生動作 你是會吸進去的 但今天如果你是說避難逃生的動作 當火現在在客廳裡面 我現在的逃生動線被堵住了 我會返回到我的房間裡面 把門關上 這時候我的門縫 上面是會有縫隙 所以煙是會串進來的 這個時候我會想辦法 拿能夠堵的東西 盡量去堵住它 大家知道要用什麼東西 堵的效果最好 濕的布嗎 不是 用膠帶 膠帶可以封住門框的上緣 因為大家都知道 煙跟熱是往哪邊 往上面 往上面串 它不會被融化掉嗎 膠帶 它的縫隙非常小 所以我們的膠帶把它黏死 盡量不要讓煙串進來就可以了 不要讓氣對流 它就過不來 這樣子是 房間要放膠帶 沒錯 風箱膠帶 要風箱 不是透明的內容 是風箱膠帶 應該是這樣講 你的周圍一樣 的觀念都是一樣的 周圍你有辦法拿得到的東西 我們再去拿 所以只要是膠帶 能夠盡量封住的 我們都封住 如果今天都沒有膠帶 就是只能用毛巾 或者是衣服 想辦法去堵住它 封上面就好了嗎 如果有 你夠多 你的物品夠多 你可以堵住的東西夠多 就整個封起來 然後我們的人就會到窗戶旁邊 把窗戶打開 對外面做求救動作 萬一它那間房間 就是沒有窗怎麼辦 它還應該要封嗎 應該是說我們在 到一個環境的時候 我們都要去確認好 你的逃生動線 而不是當狀況發生的時候 你才去判斷 我要往哪邊跑 難怪看電影院 看電影的時候 電影院都會 撥那個逃生資訊 都沒認真看 是 你沒認真看嗎 廢話 我們現在就趕快來進行到 火災的防災水塘好了 這個我算是經驗者 我有信心 我應該可能會有點強 好的 來 第一題 首先第一題 火災發生的時候 我們要逃到浴室裡面嗎 因為聽說浴室裡面的排水口 可以聞到新鮮的空氣 我們家那時候火災的時候 火室一到七樓 我們傷最重的是七樓的住戶 最高層 他們所有人就是插管 進家戶病房 陷死這樣子 我不知道有沒有人過 好像沒有人過世 但是就是真的很慘 很嚴重 對 因為就是他們那個煙 就是迅速的從排水孔 就是從浴室的管線上去的 然後我們所有的管線都是 後來都找不到 因為就是被融化 全台北市當天最大的新聞 就是我們家的失禍 因為很多的我的同業 都知道我住在那裡 一看到地址 我就突然接到了 三十多通的電話 然後大家就說 你在不在家 我心想說 我好感動 真的 我人緣很好 下一句都是說 出來接受訪問 我們要看你穿睡衣逃跑的 對 所以不要躲進浴室裡面 好 確實是不能躲在浴室裡面的 原因是因為當火災產生的濃煙 剛剛有提到 濃煙除了有毒之外還有高溫 大部分的浴室 它的門都是用塑膠 也有用玻璃門去製成的 大部分的這些浴室的門 它都會有一些孔 就會有一些縫隙 就是排氣孔 今天如果你躲進去了 煙裡面有高溫 它會把塑膠門跟玻璃門 我們的門都是爛的 對 會燒融 就是被燒掉一塊一塊 被磨起來這樣子 都可以這樣看到裡面 對 所以今天如果你人躲在裡面 它的煙是會直接竄進去的 很多人的迷思就想說 浴室裡面有很多的水 我可以用這些水來阻擋火 或者是煙 那個水量是不足以去阻擋的 是沒有用的 而且再來加上 廁所裡面的窗戶 大部分都在比較高的位置 而且它比較小 所以你人躲進去 你除了沒有辦法躲避濃炎之外 你還沒有辦法對外求救 所以是不能躲在浴室裡面的 好 再來 接下來 還有哪裡可以躲呢 下一個動作我們做對了嗎 好 火災發生時 我們應該往上跑 往頂樓跑才是對的嗎 來 我請教一下 這個防災女王 我覺得應該往上跑 如果像我們山頂有沒有 我們山頂都差不多都嫁出了 就像山河院那種 你沒帶走 對啊 所以一定 如果是手掛 就一定要往上跑這樣 我會往上 如果山河院的話就不能夠 就直接跑出去 如果像你家之前那樣子 二樓燒起來 你怎麼往下跑 你一定往上跑啊 對啊 它一直燒 一層一層燒 你也一直上來 你一定是越來越熱 你一直往上跑啊 對啊 可是我真的 如果回到當下 我真的也不知道怎麼跑耶 因為你看我們的鄰居 就是住在頂樓的那個人 他也來不及跑 他已經吸入性嗆傷到 差點死掉 去插管 所以這個我到底要怎麼跑 我真的也是不知道 好 我們就以主持人 他們家的案例 我們來舉例好了 今天你的建築物的二樓 發生火災了 我們住在五樓 今天如果我聽到有人大喊 失火了 發生火災了 這個時候就像主持人講的 我們會去判斷 去評估 今天我的大門打開了 這個時候樓梯裡面 全部都是煙跟熱 甚至還看到火 我們就不會做避難動作 不會做逃生動作 而是 主持人剛有說到 你們浴室的管線都被燒了 它透過管線 所以把煙都串到 每一戶的浴室裡面 這個時候你會去判斷 為什麼家裡面會有煙串出來 你已經把大門關起來了 就會去找另外一個地方 有煙串出來的原因 這時候如果你發現是浴室 我們就把浴室的門關起來 想辦法去把它封住 因為我剛剛有講浴室會融化 所以我們的人就盡可能 去躲到最遠的房間裡面 一樣把門關上 把我們的門縫堵住 在裡面待久就可以了 老實講很多的公寓 老舊公寓 我們在出勤的時候 都會碰到很多人會把 雜物放在梯間上面 甚至有的人會把 這時候你就不了解你的鄰居狀況 你在做逃生動作 一昧的想要往上面爬 你就會遭受到這些東西的阻礙 等到你到樓上 到頂樓準備要開門的時候 發現它鎖住了 後面的煙全部都追上來 竄上來了 你是沒有辦法再做逃生動作的 你人就會在 所以我們是不能做 向上做逃生動作 而是看到煙跟火 把家裡面的門關上 待在自己家裡面是最安全的 真的是學到了